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設計系畢業展 以BUBU RUN 物市民為主題 從十個一體延伸打造十件作品 藉由設計手法引導觀者 透過感官或是內心體驗 貼近被雜物所蒙蔽的事物 那我們這一次策展主題是BUBU RUN 物市民 BUBU就是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台語的BUBU 物物的那個發音 那我們就是希望像是這三年因為疫情 或是因為我們平常關注到的一些事物 覺得他們都有一些BUBU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去探索裡面的這些BUBU 去找到他們的可能解決方法 或是在其中找到方向 讓像是我們每個B字小組都可以 在各自的主題裡面發揮 還有找到各自想要做的目的 主題的話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以理念或是想法的角度 去思考某樣議題 對 那他們就是讓這個議題 轉化成另一種形式讓大家去了解 對 可能是像是酸怪 他們用 他們用氣圍的方式呈現出網路酸民的一些事情 或是像某一組使用VR讓憂鬱症 讓一般人可以去了解憂鬱症患者 他們所感受到的事物 那也可以更加去貼切了解他們 那另一組的話他們是代表著在某樣事物上面找到 可以解決那個問題的方法 那像是某一組叫做指尖散步 那他們就是透過桌遊的方式去學習定向訓練 在很小的年紀 這樣他們長大之後在一些路線或是地圖的概念會比較健全 那因為我們是大設計系就是有兩個組別 視覺傳達組跟產品設計組 所以在不同跨領域的合作上 我們其實很多都是產品跟視覺上雙方面的合作 很像在酸怪那一組我們有書籍上面的呈現 也有產品上面器材的呈現這樣子 然後像T-Tun那一組也是他們做的VR的部分 然後可以看到憂鬱症患者內心的世界 然後也有使用不一樣的儀器像VR的方式來體驗這樣子 戴上VR裝置體驗憂鬱症患者內心的替穿暗流 以擬針聲響以及3D動畫 將患者內心世界具象化 揭開憂鬱症的生活面紗 我們這個主題這個區域呢 我們會選擇用多媒體的一個沉浸式的體驗流程 來去讓觀眾在體驗流程中了解到更多關於 憂鬱症患者他們日常在面對的一些困擾 或他們生活上一些情境這樣子 那其中包括我們最主要的一個部分就是VR 因為我們認為說憂鬱症帶來的很多症狀 其實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情緒反應 那因為情緒它屬於是一種主觀的東西 那相較於一般的平面媒體 我們認為說VR它其實有帶給人一種主觀的視角 那在主觀視角以外我們在情緒的部分 我們也以一個理論叫做敘事治療的方式 來去把一些憂鬱症患者們描述的一些症狀 或者他們一些情緒反應做一個轉化 然後在我們的VR裡面做視覺上的誇張化 來達到一個從視覺上帶來的替代的方式 來帶來一個情緒上的不適感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以我們整個體驗流程 讓觀眾首先是可以感同身受憂鬱症患者 他們身處的處境 然後再進而去嘗試說練習要怎麼跟憂鬱症患者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家人有憂鬱症的話 該怎麼跟他們相處這樣子 那在最後我們也會以一個平面動畫形式 來相當於是對我們VR內容跟對話內容 做一個總結跟劇情上的結局的展示 順便最後也帶給一些需要建議的人 對我們所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樣子 我們VR作品裡面的畫面 其實大部分是取自於我們在各種論文 或者是實際的受訪者身上 找到一些案例的一些情境 大部分是從他們的生活場景 比方說在房間他的媽媽是怎麼樣跟他相處的 或者說他在教室裡面 他老師用什麼方式去看待他的疾病 這樣子的事件作為出發點 再延伸到展示他情緒 在視覺上呈現應該是怎麼樣的 然後也透過VR的主觀感受 來帶給觀看者 可以在觀看的時候 可以稍微觸及到憂鬱症患者情緒上的感受這樣子 酸怪培育社則是使用第一人稱視角 讓觀者體驗成為酸民 藉由酸人或被酸的心理實際體驗得到反思 我們這一個畢業製作的主題 主要是要用推測設計的反世界觀的那種技巧 然後去述說酸民議題的 對現在社會的影響這樣 然後就讓大家思考看看是不是酸民 大家普遍會覺得這是不好的東西 但其實在這個世界觀裡面 酸民反而才是正確的運行軌道 那我們有設定了三個流程 第一個叫做超圖結酸怪全書 然後第二個叫做實戰試煉酸味 然後第三個叫做視力宣言酸意願 然後這三個流程分別代表了 同理性的三個層次 就是認知同理性 然後情感同理性跟表達同理性 那我們希望大家在這三個流程中 可以慢慢的去從認知 然後到表達 然後去傳達看看自己內心 到底是怎麼樣看待這個議題的 就是第二個階段實戰試煉酸味 是我們之前在前期的時候有 去用生理回饋 以去讓就是測試說 人們對於味道的心理 或生理的反應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透過這個轉化 然後做成了一個試煉包 然後在他們體驗完第一個流程之後 他們就可以去兌換這個試煉包 然後在聞到這個味道的同時 也可以去思考 原來酸民的力道是這樣子的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成為這樣的酸民 人們可能除了用視覺最直觀的以外 其實嗅覺是還蠻容易就是引起大堆情感的連結 所以我們在前期的時候就發現嗅覺感官是一個很特別 但是大家品嘗不太會記得的一個感官 我們不會把那個味道定義成某一個特定的味道 但是我們在三個味道性別 就是我們有三個種類 叫性別然後學歷跟外貌 然後我們在這三個分別 可能讓就是混 味道裡面會混雜一些 大家可能對這樣的議題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像是外貌就會放入一些 可能支架油的那些味道 然後像是性別 我們可能就會加入一些尿素的那個安慰的味道這樣 讓視障者體驗廟與文化的廟學堂 則是透過實際與視障者訪談 以解構廟與建築空間 與造型元素的方式 讓使用者以多感官認識廟與文化 那我們這組是叫做廟學堂 然後它是一個品牌 那它是給視障者 然後讓他們去接觸廟與文化 那是透過他們熟悉的觸覺 或是嗅覺 還有聽覺的方式 觸覺的部分就是我們有做一個廟語的文物模型 那聽覺的話就是我們有搭配一個語音導覽 就是給視障者的口述語音導覽 那他們可以去從就是廟語的組裝 然後到一些廟語文化的相關認識 去做進一步的了解 那嗅覺的部分就是其實我們這邊有個香爐 然後它裡面有做擴香室 那擴香室的話就是你可以滴入自己喜歡的精油 所以它就會有香香的味道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個教具組的話就是 我們自己是稱作是一個多感官的教具組 那其實呢明眼人就是除了視障者以外的受眾 他們也可以同時來使用 就是可以試著用閉上眼睛來探索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們也可以跟著視障者 一起來玩玩看這個教具 那兩個族群就可以有一個溝通的橋樑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展間的部分就是 因為還蠻注重體驗的 所以我們就有做很多觸摸相關的體驗 那你可以就是戴著眼鏡 就是體驗視障者的感受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摸摸看就是我們 還有另外做一本立體圖冊 那它也是用觸摸的方式 那我們有把就是兩頁的內頁有抓出來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摸摸看說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視障者他們來認識 然後那邊的話也有就是模型的體驗組裝 然後因為這個一整組的是不能觸摸的 所以就是那邊有另外單動的可以來組裝看看 我們其實當初有去採訪 那會想要做這個議題主要是 因為我們的大主題是WUWU 那就是台語翻成國語的意思 就是有點模糊不清的感覺 那我們第一直覺就是想到 可能模糊不清而言就是對於視障者 那可是我們對視障者的了解 其實也是有點模糊不清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那個時候在一開始做前期的研究的時候 有去採訪十位視障者 那有去了解說他們對於廟語這一塊 就是對於文化 因為台灣其實給視障者的文化這一塊 其實還可以有更多的就是一些教具啊 或是展覽部分可以給他們來做一些認識 那所以那時候也就想說 好像可以就是朝著這方面來 就是做一下這個方面的主題 那因為我們在訪談的時候 然後其實又針對一些就是 可能好像 誒視障者 大家對於視障者的感受 好像都是就是他們都完全看不到 可是其實沒有 他們還是有點殘餘的視力 然後多數也都傾向說 他們是用殘餘的視力 就是他們的一些視力去辨識啊 或是去做就是放 或是用放大的方式來觀看 所以其實我們在訪談的時候 也是有增進對視障者他們有進一步的了解 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做完之後 有給視障者他們測試 那我們自己也有去詢問說 他們最常使用什麼樣的感官 那當然就是可能除了眼睛以外就是觸覺 那觸覺的部分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有特地去想到說 他們可能因為會需要觸摸 所以有做很多的圓角 然後盡量把尖銳的部分都拿掉 那他們在觸摸的時候 其實包括材質也是一個觸摸的重點 因為材質的部分其實 他們如果閉著眼睛探索 他們探索到的部分是可以到很細微的 所以我們在材質這部分也有去做不同的變化 物語則是以新一代的都市澡堂文化為構想 透過空間上開闊的設計 與開放式的服務體驗過程 放鬆身心沉浸於澡堂的舞期中 我們是物語 然後我們作品的特色就是 我們是呼應用泡澡時空間產生的物 去呼應你內心的物 就是利用泡澡這個過程去沉澱你的 在都市忙碌生活中 就是累積在心理上的疲勞 對 我們是打造一個澡堂的品牌 然後我們是希望讓這個澡堂 是坐落在都市交通便解的地方 讓就是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就是下班之後 很快的就能前往 然後我們是幫澡堂設計的體驗流程 還有它其中會用到的東西 以及空間的規劃 我們去做一個這樣子整合的專案 那我們這邊是就是它的體驗流程的前導影片 然後它會介紹整個體驗流程的 體驗流程的簡介 然後這邊這一區是我們是呈現 就是我們澡堂內部會用到的一些像是毛巾啊 還有房卡 沐浴用品等等 以及就是你在進入澡堂 可能就會有提供網頁你可以在那邊選擇 你今天要用的想要泡的泡澡球 或者是你想要在哪一間房間體驗 還有我們有設計它的泡澡球有八種的 八種的花那個香味 還有按摩配件是也可以讓體驗者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 你可以一邊泡澡一邊按摩的配件 然後在這一區展示的是我們的澡堂的空間模型 密體模型它雖然可以比較詳細的告訴澡堂空間是怎麼樣 但它還是有個限制在 而且現在是要講求沉浸式體驗的一個時代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你戴上VR之後 就會有一種好像真的站在 我們設計的澡堂之中的感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設計系畢業展 自6月7號到12號 在台北創意實驗基地師弟Venue展出 歡迎前往觀賞 一探學生們的專業設計成果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在台北創意實驗高 它發生大家的目標 有點小 一站上 那裡 有史俄